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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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茶的老店已經很出名了 無論你是實火、虛火還是無名火 一擠下去,當堂就整個人都舒服了 金領隊,你跟我說的就是這件事嗎? Yes? 不是嗎? OK,嚴格來說,現在才是正式開始 由前面的春風路向右轉,這裡就是皇室假期 來過路,搭骨的人,我想是沒有人不知道有皇室假期這間場 就算沒來過,也一定聽過 那如果你沒有聽過,那就要好好檢討一下自己 多點消費,促進經濟 前面那位就是很多廣大咪霸喜歡去的蕭邦音樂會所 我知道的,很多人click來 難道真的看我撿下枝涼茶嗎? 大家感興趣的information,我會放在後面 簡單說說就算 希望大家原諒,我真的一邊走一邊說,有點喘氣 也不知道是不是糟糕了 每次看到鴨肉那條湯,我就起雞皮了 無論是潮汕,福建,甚至馬來西亞 我吃出這些鴨肉湯粉,或者是鴨肉粥,我都覺得不行 只能夠說我對這個美食沒有這個福分 之前在後台,我看到有些留言 就說我太嘗氣,說話太多 搞得他們沒時間,集中精神看街 我想跟我以前帶團的時候的習慣有關係 我以前在旅遊帶巴上面,基本上是由頭撐咪,撐到底,不停 嘩,左邊有個大姐在吵架,聲音很厲害 我嘗試很認真地聽她在做什麼 但是聽不清 就好像那些包租婆子上來收租的時候 罵那些,哇,飛出來的全部都是魚蝦蟹,符號 完全都不喜歡說什麼 被女兒打斷了,說回剛才車道大巴那些東西 我個人覺得,一個領導在車道不說話 參加這個旅行團的遊客好像被人困水一樣 這些是職業道德和態度問題 要對得住客人,要對得住公司,要對得住自己 當然,我又不是義極管理的 我看到大家如果剛吃完飯了,上車黑眼睡 肯定就不會,吵著大家睡覺 所以我現在都在考慮,是不是要減低說話的覆蓋率 這樣我更加輕鬆 還有留言說,我剪片剪得太碎 我的初衷就是,有一條路 由頭走到尾,一分鐘 如果那條路沒有什麼看 我就直接剪了它,由街頭直接飛到街尾 我免得整條路鋪了,沒有東西看,又等過了 不是吧,這間玄記茶餐廳倒閉了嗎 OMG 我還記得我上次在這裡吃的是清湯爛麵 我都不知道是讀清湯還是清湯 因為近這十幾年,我都是廣東話、普通話、客家話、潮州話 混著來講 我都不知道自己講的是什麼音 總括來說,都是謝謝大家的意見 有意見才會進步 差點不記得說 我拍這條片和我鋪片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拍的時候還是一個比較嚴格的狀態 就是還要做核酸 那當我鋪的時候已經變成一個freestyle 當然是一個好的轉變 那就是說香港通關就更進一步了 現在這個路口位就是整個向西範圍的正中心位置 即是你以我的角度一眼熟的東西都沒有什麼好吃 除了木屋燒烤或者海南東山洋 右手邊這一間紅色的建築物 就是向西村祠堂 愛月張公祠 我在之前湖貝村的影片 就簡單介紹過他們之間的關係 以最簡單通俗的角度去理解 湖貝、向西、水貝、黃梅嶺這幾條村都是姓張的 即是說他們都是親戚關係 可以這樣去理解 同一個祖先 生了幾個藍丁 接著就分了幾個房 一房、二房、三房、四房、比喻 各兄弟就出去發展 有些人就找到水貝這個地方 找到向西這個地方 就覺得這個地方不錯 就開機落圍變了一條村 所以羅湖這幾條村 就大致上是這樣的關係 同中同族 我每次來向西村一定會做一件事 就是叫雞 煲食 雞煲這件事 就是發源於這裏 向西村 以一部分的觀點 是認為發源於這間魚軍 我不知道這間是隔離那間魚軍 這個魚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重慶的意思 這個以麻辣口味為主的重慶菜館 發明了一個不辣的向西雞煲 這個光頭廚師館的樣子真的很重慶 看看他怎樣攪雞 先攪雞 攪完了嗎 我真的很煩定平車 這麼喇叭 吵到我 每次聽到我都很生氣 好 我都很煩 旁邊裝修的那間就是譚鴨血 沒想到最後都撐不住了 接回剛才那個雞煲的話題下 其實我對這個重慶菜做出向西雞煲的講法是有點懷疑 他們的解釋就是說這個向西雞煲本身是辣的 即是這些重慶菜館做出來是麻辣的 那時候就很多客人不吃辣 所以就問他們可不可以不辣 即是這種感覺就是說 你在雙菜館、村菜館 你跟那些廚師說面辣 廚師不懂怎麼煮的 可能就是這邊那個重慶廚師覺得 你說不要辣就不要辣 東溝點西溝點自己攪著攪著攪著 無心插柳柳成音就做了一個向西雞煲出來 不過說回來 我們以前吃雞煲就沒有加向西兩個字 就直接說是雞煲或者就說奇味雞煲 就不要說是強調或者是突出向西這個地名 這個舉牌的姐姐也很敬業 標記豬肚雞跟我來 其實都不用跟你 很簡單走兩步就是了 接著就是這間東方夏威夷 這間東西如果我沒有記錯 打底起碼14、15年 但是呢 它現在就剛剛裝修完 都是走那種現在時下很流行的 免簽小費模式 還有自助餐啊 自助水果啊 卡拉OK啊 電競啊 什麼都有 不過它裡面本身就不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塞這麼多東西 具體的效果是怎樣呢 我都不清楚 龍記桂蘭米粉啊 全深圳很多地方都有 這間龍記我沒吃過 我吃開東門那間龍記 現在晚上飯點的時間呢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生意 這間八街雞煲呢 在向西部分老一輩的本地人呢 覺得它是最好吃的 就是它們的意思就是 這個地方是最updip 但是又最好吃 而它旁邊這一間龍發雞煲呢 就是稍微年輕一輩的 就會覺得它好吃一點 但是很多人呢 就說 除了這間龍發雞煲之外呢 其他很多都不好吃的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 喜歡吃哪間 其實我覺得每間都差不多 我個人認為 雞煲不是很適合做晚餐 它適合做宵夜 就是你馬上喝完酒啊 唱完K 玩完啊 12點之後吃那種感覺 在這個狀態之下呢 你吃雞煲會惹味很多 講到都流口水 繁華的嘉賓路 和東門南路路口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 左邊這間陽光酒店 和右邊這間鵬蓮酒店 單單是這條東門南路 和春風路 都可以單獨出一集 但是對我來說呢 其實都幾為難 因為在一個公開的頻道 有很多東西不方便說 為了照顧不同年齡段的朋友 之前有些師兄留言 已經感覺到 我有些東西是就著就著來的 那我也不喜歡搞小圈子 那所以就只能夠 哼哼 我趁個Guard不太注意呢 就滑了進來 我也說 走兩步就是這個標記豬肚雞 都不用立塊牌在外面找人帶的 但他找人站在外面 就肯定有一個原因 這樣就比較方便 進來吃飯 這間豬肚雞 十幾年歷史的了 唉呀 說了說笑一點 一老是這樣 又說不停 進來村裡 發覺和外面 就好像兩個世界一樣 看起來又整潔又乾淨又麒麗 對於住在這裡的人來說 突然間就變得很容易居 不過我就不太喜歡這些招牌 全部都是一個輪子 而且亮度太高 這種光污染長時間看 對眼睛不太好 我突然想起 以前有問我 為什麼向西村叫向西村 根據這個問題 我就真的問過向西村的人 為什麼不是向東或者向南呢 因為這兩個聽信心比較老禮一點 我打算說笑而已 誰知道真的有人跟我說 我們向西村曾經真的叫過向東村 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當時就很流行東風壓倒西風 所以那時候向西村為了避忌 就改了名叫向東村 在我不懈的努力當中 問過幾位向西村的朋友 竟然沒有人說得清 為什麼叫向西村 有一種說法就是 以前的村民信風水 覺得那些屋朝西而起 就是最靚靚的 我在想這樣不會西邪嗎 人家很宏觀的 就沒有我這種膚淺 可能向西就包生仔 在幾百年前 南丁對於本族的重要性 我們現代人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在那個拿鎖頭的冷兵器年代 人多就是力量 叫做大哥 那時候的福建 廣東、廣西和海南 中族之間和村落之間 無論爭奪地盤、耕地和水源 經常會發生大規模的蟹鬥 我們看古畫仔都知道 開片靠什麼贏啊? 靠達馬嘛 難道靠英俊嗎? 即是我那條村有一個山道 好像劉德華那樣 哎呀我獻過劉德華給你 你養一塊地給我 那時候那些人理你都傻 但現在不知道會不會呢? 這間田滿屋甜品都開了很多年 以前旁邊有一間叫爽爽甜品屋 不過沒有了 沒有得爽了 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向西村的村口是對著西面 不過剛好現在向西村的村口 的確是對著西面 所以還說紛云 就當作開放式的答案 右邊這間就是健安糖涼茶 上火熱氣的朋友 就可以過來這邊收拾 最近突然很流行這些江西米粉 口乾了 喝一口茶休息一下 出到街尾再說 靜靜地逛下街 一出來買到哪裏 哇車水馬龍 即是感覺是村內村外冰火兩重天 裡面這間東寶茶餐廳 可以說是這裡最老最好的茶餐廳之一 可能有20年左右 20年對於向西村的歷史來說 也不算久 因為早在40年前 根據深圳的發展需要 向西村這些中心的位置 自然就成為第一個被收購精地的地方 根據資料我沒有記錯 在83年左右就分了一大塊錢客 550萬左右 在萬元湖都還未誕生的年代 有550萬 那些村民就很直接的 他們就說 這麼多錢分了它 幸好那些村幹部有定力不行 不可以殺雞取暖 結果就把它分成了三部份 先說說這間店 這間永美之都開了很多年了 隨便看看裡面裝修的照片 哇真的超有年代感 什麼都夠了 那些服務都一般 沒有什麼事都不太建議去 在向西範圍 其實沒有什麼好選擇的 要麼是夏威夷 要麼是黃色假期 說回向西村分的大塊錢 它就分了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 每個生產隊分30萬 用來建廠房 第二部份就是 就是村內的水電 道路等等這些基礎建設 最後就花300萬 建一個集賓館、酒吧、娛樂和歌舞廳一體的 西縣文化娛樂中心 也就是左手邊這個 向西雍木浩亭的前身 現在這個浩亭可以說是 附近小友的商品樓小區 房價大概在7萬元左右 以80平方左右的兩房來說 租金大概是7000元出頭到 住在這裡生活就很方便 樓下吃的東西叫我去買 就真的什麼都有 而且樓下還做到一些 高級高級的感覺 看起來 裡面就有一個空中花園 不過就不是很大 整個小區入住了可能不夠五年而已 再看看周圍的環境 明顯比向西村那邊要安靜不少 從事業的角度來說 這裡就是很典型的鬧鐘取正 很多向西村的本地人 現在都住在這裡 剛才提到的西縣文化娛樂中心 特別在90年代對周圍的發展 其實有很深遠的影響 大量的企業和資金湧入 同時也伴隨著大量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很少見這種典型的潮傘打冷 現在好像願意把這些東西放出來 給你選擇的 給你看這個店已經不多了 是那個時候的向西村 有這麼多錢 有這麼多年輕子女 自然就會很注重娛樂事業的發展 嘩 這個醫院那些廣告牌 那些字很噁心 經過被人看到 覺得很不舒服 它還要正面對著一間 什麼春... 哦 春風水會 看到我說這個 說了一塊塊 就知道我對這裡不熟了 現在在向西村 你就可以很重庸地走街散步 做了十年 就不是這樣的光景 那些橫街宅行 你會看到 咦好像有些影子一樣 那些是什麼職業呢 在夜霧中出現的 神龍見守不結尾 それは忍者 大膽一點的忍者 就會攔住老人 套出一些商業情報 再見一點的 就會跟著忍者 回到秘密基地 一五一十地坦誠相見 對於這種地下的商業情報交換 我個人就不太鼓勵 有點危險 最好的方法 都是跟自己公司的同事 開會商討這個發展計劃 你知道外面這些商業情報的 真真假假 一誤小心 很容易沉船的 對面這棟紅色的 就是向西村的祠堂 平時那裡基本上沒有什麼 主要是過時過節 分慶嫁取添藍丁 才會用得著它 但是對於本地人來說 其實它很重要 因為它是一個精神的圖騰 也是整個中族文化 凌聚力的根本 就美如海外的同族 要回來這邊尋根 即是你有個祠堂 讓年輕人看到 才知道 原來我是張氏後人 要不然 連春都尋不到 好 時間到吃個漂亮的雞煲 但是已經不是以前的味道 可能我吃的時間不對 應該生加一半吃 好了 今天向西村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多謝大家收看